Kerodakis操作方式 有人可能会发现这下面有一排很炫的功能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叫Kerodakis 你可以在这上面按右键会看到 C-A-I-R-O-D-O-C-K这个东西 这个是一个套件 蛮不错的套件 它可以让你拥有很炫的启动图示 然后有一些传统的选单功能出来 那你要设定在这里按右键 选择主态 那一般我们会看到的就是剪接模式去使用 它这边有一些 你就进来看就知道 这边有什么 那如果外观呢 就这样子选择 甚至这个外观 你可以选3D平面或其他的 曲线的这样子 或者是面板金色 或者是彩虹 各种不一样的 那一般我们还是用 我就是用预设简单的 然后你可以调的部分 在这些 附加程式这边有还有蛮多可以选的 你自己可以勾 反正使用滑鼠自己去按 主题也可以换 很多很多不一样的 你看这边设定太多了 自己去选 那你也可以选择进阶模式 进阶模式能选的就更多了 你想要什么自己就去打勾 想要音效控制 实际上右上方有一个喇叭了 还需不需要把它打开来 你自己决定 如果要就勾 不要就可以关掉 还有各种特效 你也可以自己去设定 因为设定太多了 所以有空的慢慢自己尝试去处理 那这边预设是帮大家整理出一般 比较常用的一些东西 好像这效果就是挑动 有各种不一样的效果 各种 这是星号 有烟火有雨有什么 有太多 所以你需要什么效果 选完就套用就好了 这样子的一个特效 算是非常经典 非常炫的一个效果 当然你可以选择不要有这些特效 就传统的把它显示出来就好 那像这样子这么美丽的效果的套件 个人感觉上算不错 这个是文杰老师 还有宝泰老师特别推荐 方便你有传统的方式去找到你应用程式 又可以快速的 有漂亮的效果 也可以快速的启动你的程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